据说如果往油桶内倒入15升甲醇 点燃后就能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 并且网上也有类似的视频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能让铁桶变成喷气式火箭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首先决定做个小型实验 于是格兰将塑料水桶绑在了滑板车上 然后朝着桶内喷入了甲醇气体 并且还通过摇晃使其与空气混合 当他拿着火枪靠近瓶口时 里面的气体瞬间爆燃从瓶口喷出 从而形成了推力使瓶子向前移动 显然流言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而为了让发射速度更快 流言组将水桶换成了200多升的油桶 然后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开始测试 但由于没人愿意坐着铁桶上天 托瑞礼貌地将甲人绑到铁桶上 紧接着他们往桶内灌入了15升甲醇 并且凯莉用优雅的姿势摇晃混合了燃料与空气 而格兰则把点火棒固定在遥控车上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躲在安全屋进行了远程点火 可点火棒在洞口来回磨层也没能将其点燃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托瑞直接将点火棒插入了桶内 但尽管这次成功点燃了混合气体 但铁桶却只向前移动了一丁丁距离 凯莉认为可能是甲醇与空气的混合比例不对 于是他们重新用缩小的模型进行测试 当甲醇的含量为7%和3.50% 模型车移动的距离都为40厘米 而当含量减少至10% 小车的移动距离却达到了60厘米 为了增加甲醇的燃烧效率 托瑞改变了燃料的供给方式 他将甲醇直接装入自动喷枪中 这样喷出的混合气体更容易被点燃 同时格兰用锥形喷嘴代替了原来的瓶口 这样便能加速气体的喷出 从而能产生更多推力 而通过测试改进后的小车前进距离达到了4.5米 那如果重复循环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能像火箭一样不断向前行驶了吗 接下来他们再次改进了火箭车的制作方案 下面他们决定打造一个脉冲式喷气火箭车 当桶内的甲醇气体被点燃时 就会向后喷出 从而形成向前的推力 同时喷枪会在氧气罐的压力下 以脉冲的方式喷出混合气体 这样就能循环点火产生持续的推力 而凯利为了减少火箭车与地面的摩擦力 她将邻居家的自行车轮胎焊接在了车架上 等他们将油桶安装好之后 一个造型奇特的火箭车就完成了 之后他们转移到海军基地开始实验 然后往铁桶内加入了15升甲醇 当托瑞在防爆门后按下点火按钮时 火箭车虽然不断向前行驶 但移动的速度却让人大跌眼镜 格兰认为是喷嘴的尺寸太大 导致气流速度冲击力不够 从而浪费了大部分能量 于是他们重新制作了小尺寸的喷嘴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火箭车的速度却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难道刘延就这样站不住脚了吗 为了让火箭车快速向前行驶 最终他们找来了研究 喷气式发动机的专家 而在专家的指挥下 他们重新对火箭车进行了改装 并且在铁桶前安装了单向黄片阀 以避免爆炸的气流从车头溢出 从而提高了火箭车的热效率 同时专家还将脉冲频率 从每分钟5次提高到了80次 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推力 为了避免实验时速度太快飞出天际 他们在测试的线路上安装了钢岸 实验时火箭车会沿着钢岸前进 并且还在跑道的镜头放置水泥路障 而一旦火箭车出现了失控现象 他们就能通过加装的熄火装置 实现紧急停车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波瑞拉动了火箭车的释放绳索 这时油桶发出了超跑级别的声浪 并使车子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了出去 如果哪个粉丝驾驶他去炸街 那他一定是整条街最亮的仔